如果上帝挤发你少罗王来追杀我的话 那我接受我愿意奉献献祭 我献祭给神 他说如果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的话 我愿意耶和华收我为献祭 如果是旁边有人挤动你 如果旁边有人给你献祭 如果是人来挤发你 愿这个人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如果是有人在你身边里激发你 引导你去将我杀的 愿这个人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因为这个人现在在赶索我 他不让我当以色列的王 他现在要把我赶索 要杀掉我 因为他们是要将我去赶走 不作以色列的王 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 就是不容我作王 不容许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 不容许我作以色列的王 不但不能作王 还叫我去侍奉别的神好了 这个上帝已经不要你了 不单止不让我去做这个王 更加叫我去侍奉其他的神 大卫王说 大卫王说 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流在一个还原的地方 我死也要死在九神 我死也要死在上帝的教理 大卫就说 现在求王 不要使我的血流在远离耶和华 远的地方 我死我也要死在耶和华里面 以色列的王 你今天出来寻找谁啊 以色列的署罗王 你今天要找谁啊 你今天出来 你到底要追赶谁啊 你今天要出来 究竟要追赶谁啊 他只不过是一条死狗 他只不过是一个吃一条死狗 他只不过是一个跳蚤 他只不过是一个跳蚤 他只不过是山上那个猎人的 要抓到一只小小的蛇枯 这个小鸟而已啊 他只不过是在山上被迷人追的那个小小小的蛇枯一样啊 那为什么这一次扫罗会改呢 但是为什么今次扫罗会改呢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但是你看他怎么讲二十一节 你看看二十一节他怎么讲 扫罗说我有罪啊 扫罗说我有罪啊 我儿大卫啊 我儿大卫 他为什么叫他我儿呢 因为扫罗把他的那个 第二个女儿嫁给了扫罗 我儿大卫啊 你现在可以回来啊 你可以回来做王啊 他说 我儿大卫 你现在可以回来啊 你可以回来做王啊 因为你是我的女婿啊 因为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啊 因为你今日看我的性命是宝贵啊 我并不再加害于你了 我一定不会加害于你啊 我是一个糊涂人啊 我大大的错了 我大大的错了 然后大卫就说了 然后大卫说 他说王啊 王啊 你的枪在我这里 你的枪就在我这里 你的水瓶也在我这里 你的水瓶也在我这里 你就叫一个仆人过来拿走 你就吩咐你一个仆人来拿 今天耶和华将王交在我的手里 我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公者 而我是不敢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公者 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 耶和华必照各人的公义 诚实的报应他们 所以这个就是宁可让步 所以这个就是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听凭主怒 人的怒气 你不能够成就上帝的公义 你在这里做什么都没有用 你在这里做什么都没有用 我今日看重你的性命 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 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 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 扫罗很会讲话 我希望他这句话是真的 我希望他说的这个说话是真心 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发生在大卫的身上 因为每一件事都发生在大卫心上 我儿大卫 愿你得福 愿你必做大事 愿你必做大事 愿你必得胜 愿你得福 愿你得福 你必做大事 你必做大事 你必得胜 你必得胜 看起来 这次他悔改 看来他这次真是悔改了 各位弟兄姐妹 我请问你 如果有一天 你的仇人 那个曾经害过你的人 那个曾经害过你的人 我们下个星期要开始念 Total Forgiveness 这本书就是在讲这个事情 而我们下个星期就开始 读一本新的主人学书 就是Total Forgiveness 什么是完全的饶恕 什么叫做完全饶恕 谁有本事做这个完全饶恕 这个人非常清楚 什么是悔改 除非那个人 真是能够很清楚 什么叫做悔改 大卫犯奸淫 大卫曾经犯奸淫 跟这个Batsiba 跟Batsiba犯了奸淫 一生下来第一个儿子 立刻死他 一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 就死亡 大卫开始悔改 大卫就开始悔改 他不但犯奸淫 他不但犯奸淫 甚至于把Batsiba的丈夫 借到杀人 杀了人家的丈夫 他甚至把Batsiba的丈夫 借刀杀人 杀死了他 我没有犯过奸淫 我从来没有犯奸淫 我没有杀过人 但是我的罪跟大卫一样 但是我的罪 其实跟大卫一样 我所犯的罪 跟他的奸淫 杀人的罪是相等的 我所犯的罪 其实跟大卫的奸淫 杀人是一样的 那你怎么可能 total forgiveness 那我们怎样能够 完全的赦免呢 你只有一个真正悔改的人 只要一个真正悔改的人 所以大卫最后来到上帝的面前 承认自己的罪 所以大卫最后来到上帝面前 承认他的罪 我得罪你了 我得罪你了 上帝 求你把过去那个喜乐 那个快乐 那个得救的喜乐 重新再放在我的心里 求你饶恕我 大卫和上帝说 求你把我过去的遥书 用过去的喜乐 重新来到我心里面 使徒保罗 他讲过一句话 使徒保罗曾经说一句话 当我看见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才知道什么是悔改 我才知道什么是悔改 这句话非常重要 我打开你的圣经 叫做1 Timothy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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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节 各位 你找到话一起来听上帝的话 使徒保罗说 我感谢他给我力量 我感谢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我感谢主耶稣基督 因为他以我有忠心 因为他以我有忠心 神以我保罗有忠心 扫罗有忠心 他以前叫扫罗 后来改名字叫保罗 上帝以我有忠心 上帝以我保罗 以前叫送罗 上帝以我为忠心 他派我服侍他 各位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教会 服侍神 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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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方法 只有一个方法 你只要忠心在这里服侍神 就已经足够 各位姐妹 今天在教会里面 要侍奉的 其实我不需要些什么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你们要有忠心 那十三节 十三节 我是谁 我是谁 我保罗是谁 我保罗是谁 我从前是泄渡上帝的 我从前是泄渡上帝的 我从前逼痛人 我从前是逼包人的 我从前瞧不起人 我从前是看不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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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今天 我还没有了上帝的灵命 我今天 仍然是无了上帝的灵命 那个时候我不信他 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他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他 那个时候我不明白 不明白他是谁 那个时候我是不明白他是谁 所以我所做的 看出来上帝饶恕我 14节 不单如此 我神的恩 我主的恩 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 这句话非常重要 当我们离开耶稣基督 不会有信心 不会有爱心 我盼望下个礼拜我们在聚餐的时候 你要充满了爱心 你把你家最好的菜拿来 而且不是带你一个人吃的 你要搭配给两家人吃的 所以好好地邀请你的朋友来 所以下个星期在农历新年的聚餐的时候 你要有爱心 你要有信心 你要好好地准备一个相份的菜 要邀请你的朋友来一起参加聚会 15节 这是感动我的 什么是悔改 什么是真正的悔改 什么才是真正悔改 耶稣基督为什么来这个世界 耶稣基督降世 为什么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来江西 耶稣是为了什么来 他要拯救罪人 他是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这个话是可信的 这话是十分可佩服的 这是上帝的真理 这个话是十分可敬佩的 在罪人中 在罪人中 我少罗 我保罗 我就是一个罪魁 在罪人中 我的宿罗 保罗 是一个罪魁 在所有罪人中 我杨建威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 我是一个罪魁 我杨建宗是罪人中的罪魁 然而 我蒙了怜悯 为什么 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这个罪魁的身上 因为耶稣基督在我这个罪魁的身上 要显明上帝的人 显明上帝的忍耐 为什么要显明他的人 为什么要显明上帝的忍耐 给后来一些信耶稣的人 做一个榜样 给后来信他的人 留下一个榜样 是因为后来要信耶稣得本身的人 作为一个榜样 那最后这个荣耀归给谁 而最后这个荣耀是归给谁 这个尊贵 honor glory 是归给这位上帝 这位上帝叫什么名字 而这个尊贵 这个荣耀 就是归给这个上帝 而上帝是谁 这个上帝是不能凶坏的 这个上帝是不能扭坏的 uncorruptible 你没有办法打坏的 没有办法说是可以把它烂掉的 不可能的 这个上帝是不能扭坏的 是用什么方法都不能破坏的 这个上帝是invisible 他是不能看见的 你不是用你的眼睛都能看见的 而这个上帝是不能用肉眼看见的 而且这个上帝不是暂时的 他是一个eternal God 他是永世的神 而这个上帝不是暂时的 是一个永世的 而且这个上帝是唯一的 而这个神是唯一的独一的上帝 而这个神是唯一的独一的上帝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站起来唱一首歌 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 这首歌不曉得感动了多少人 这首诗歌不知道感动过多少人 我希望今天也可以感动你 我希望今天都能够感动你 我在我们的诗本里找不到 所以我请他叫Edward 我说你帮我找中英文 所以我问Edward 帮他找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的作者叫做Fanny Crosby 这个作者是Fanny Crosby 从小的时候 一个悟诊 一个医生的悟诊 他小的时候就看不到 眼睛瞎了 看不到 从小就是因为这个医生的悟诊 令到这个人 他的眼睛不能够看见 他说如果是一般人 他说如果是一般人 仇恨这个医生 会很仇恨这个医生 想要埋怨 想会埋怨 想要拒绝 这里有一个上帝的爱 想要拒绝这个上帝的爱 但是这个Fanny Crosby 他说感谢上帝 就是因为我眼睛看不见 这个Fanny Crosby 他说因为他眼睛不能够看见 所以我可以去摸 他说他可以用什么 我可以去感触 我可以用我的耳朵 我可以用我的耳朵 我可以知道上帝创造的美 我能够知道上帝所创造的美 原来上帝给我一个 Sensitive Heart 我眼睛看不见 他是给我一个心灵 一个特别敏锐的地方 他能够用他心里面 能够令到神的爱 他不晓得写了多少 几千首诗歌 他不知写了几千首诗歌 这首歌是最感动人的 而这首歌是最感动人的 Past me not O gentle Savior 全能慈爱荣耀的上帝 求你不要丢弃我 他说这个诗歌里面说 祝我的上帝求你厌恕我 Hear my humble cry 我现在在你的面前流泪祷告 大卫也祷告 Hear my humble cry 他说 听我谦卑的呼求 While others thou are calling 上帝今天在全世界 不晓得呼召了多少人 Others thou are calling 神在呼召这些人出来 而上帝是不断地呼求所有的人 要出来 Do not pass me by 千万不要把我离弃 千万不要把我放弃 千万不要遗弃我 他说千万不要离弃我 While others thou are calling Do not pass me by 千万不要离弃我身边 然后副歌就说 Saviar, Savior Hear my humble cry 救主,救主 请你垂听我的祷告 他说救主,救主 求你随听我的祷告 我先请师母弹一遍 你先看那个歌词 我们请师母弹一次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歌词 空空ソーコ 你善一遍 你欣见 你所以靠近裏 你 不能 тер 第一次我们用英文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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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